我那時候 之前出道的時候 有被一個偶像團體的前輩 去批評過 他說 我其實也不知道 你為什麼可以出道 你想跟他說什麼 就是其實 他就是一錄完就立刻打給我 我說 對 你是聊什麼聊這個 他說那一集聊容貌交流 我說沒道理 你感情真的很好 還是說你是認真 他說有一點含淚什麼什麼 還有一點含淚 我說什麼 我說為什麼 他說馬上就是講到有點覺得 那時候有點瘦 委屈 然後我就說 有完沒完 又回來了 不是說不上節目嗎 沒有 不是說不上 說好不上 我跟你講 今天本來發通告的時候 他們是說 我畢竟出道十七年 來這裡當奶油小生的評審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那好像還不錯 就是可以來這裡玩一玩這樣 開心一下 然後一來的時候 他們就說 現場有四個原子少年 要不要跟他們PK 好啊 來拚啊 對 就 此時此刻就是我 此生最Man的時候 就是來跟他們PK 以原子中年的身分 所以今天有才有原子少年喔 有啊 有一些帥氣的原子少年 有在比賽的嘛 對 裡面有比部 對 可是你真的 你們猜得出來他幾歲嗎 太年輕了看起來 但我知道因為他是我學長 所以我知道他幾歲 學長 是你學長 所以他幫你學長 是學弟吧 以前 可是我跟我笨好不好 好 快Man起來耶 以前在上課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助教了 所以早就知道了 所以年紀比他大一點這樣子 所以你沒有想要練肌肉 你是想要這樣瘦瘦就是 肌肉是我為 因為我長相很妙 就是我如果做任何 想要變Man的事情 就會變得超女的這樣 就我 因為如果有一個量表 最Man的程度 我大概最Man 就是到女T的程度這樣 這女T不合理啊 不是 好奇怪啊 這是誰啊 鬍子是真的嗎 沒有鬍子是那時候 因為我找不到有蓄火 所以這是那時候 節目合成的一個照片這樣 真的很不適合耶 就很不適合這樣 很像女T啦 很像公公還是什麼那種的 真的滿像女T的 然後也有曬黑的 曬黑的 這個是不合理的黑啦 可是還是 這什麼啦 這什麼啦 這根本不是同一個種子 這個是結局 少吃吧 可是 可是問題是也不Man這樣 也不Man啊 這就怪異而已啊 然後我那時候 就稍微有點微微放棄 我想說 那如果我沒有辦法 走很Man的路線 那是不是我其實 扮女裝會變很漂亮這樣 但我很神奇喔 就是我如果扮女裝的時候 反而看起來 稍微比較Man一點這樣 就也不漂亮 古裝劇的那一種 對 看起來有女俠的感覺 對 因為這很流行 那個節目會辦那種 奇蹟美照這樣 就把男藝人 辦成女生要拍美照這樣 那時候我想說 就是我啦 這完全是我可以處理的 然後製作單位就安排我 辦那個年輕版 學生清純版的 郭彩傑這樣 就一個學生頭 這是郭彩傑 然後那個時候 沒有 這個是另外一個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辦好之後 就開始拍照 然後本來大家都很興奮說 哇 是阿伯要來拍耶 然後拍照 大家就開始越來越安靜這樣 我想說怎麼 我說現在是不像郭彩傑嗎 然後工作人員就說不像耶 就是 可是有像一個人 我說誰啊 我說 我對蔡總統沒有別的意思嗎 可是不是說 兩個人就不同啊 對 所以我很神奇 就是我如果要辦男生 就會很女 然後我如果要辦女生就會 就是歪掉 就歪掉 所以就想說 你就這樣就好 我就中心 走自己的路線 但我唯一有成功的就是 我練肌肉這樣 就我是滿認真練肌肉的這樣 很不錯耶 所以就是至少 至少就是游泳啦 或者是去拍一些陽光的照片的時候 還可以燒彩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給他上一張 像什麼 你上一張像那個 美國隊長 然後剛打完那個極速 還沒有變很壯的時候 那就是不壯啊 就是瘦還可以 可是他好白喔 就還是感覺很怪 你覺得 好像雞塊沒有熟 雞塊沒有熟 什麼生的 半生不熟 大概十幾年沒有跳舞了 哇 我上一次就跳舞 你是巧克希的時候不是有跳舞嗎 沒有 可是那很久啊 那更久以前了 我真的真的真的上一次 有練舞跳舞是在康熙 天啊 很幾年前耶 就我以前跳舞就分兩種這樣 一種就是跟那個 Chuck Seven那種 可是那種其實我不太會跳舞 就是 一二三四 二二二三四 我每一個動作就是實際 就是我一定要做對 然後通常那種排舞 就是做對就會滿帥的 就只要動作一次就帥了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模範棒棒那種 因為那天有時候一天要錄舞集嘛 舞集可能會有三個到四個表演 然後像我們這種不會跳舞 就是只要想各種梗 所以我最常的就是性感 就是 嗨 大好玩舞蹈表演 然後就隨時下來 就像雷哈娜 對 這樣跳舞你就很OK啊 對啊 就是跳這種 或是隨時隨時 我來定一下 不是會啦 好累耶 就是用這種招去 蒙混自己 不太會跳舞這件事情 但是有曾經滿丟臉過的 我在那個表演裡面跳舞 就是我是穿女裝 然後就詮釋那個歌詞的意境 然後再唸一段 就有點小跳舞 然後再唸一段 有點像是鼠萊寶的Rap 然後 劉德華喔 然後也是很爛嗎 那個表演 我自己後來回去 感覺滿爛的 但是後來 你那個Rap是哪一首歌啊 它那有一首歌叫 黑扁服中隊 我那時候是跟你一起表演嗎 不是 然後那時候劉德華 你有看到他的表演嗎 沒有 當然是劉德華還很客氣 他還是說 這個滿厲害的啊 你可以錄個DEMO帶給我 也許我們可以合作 好客套 然後我就想說 沒有 妳不是超客套 他那時候很貪純 他超客氣 你該不會真的錄了吧 我還以為他真的要跟我合作 沒有 我就 那時候B2歌對我很好 我們就真的花了一集 去錄一個DEMO帶 後來念Rap Haven如中隊 是不是這樣 然後重點錄完之後 我就真的把那個DEMO帶 然後就跟那時候他們公司人 要了他們唱片公司的地址 然後就寄去給他 然後就收到劉德華 史上第一個 對不對 現在大概過了二十年了吧 因為他還是沒有回我 對 我就確信 他是客套話的 因為你們當時 當時年紀還太小了 聽不懂客套話這件事嗎 聽不懂啊 因為他在節目上說你很棒 然後我想說真的喔 真的 我會Rap嗎 我原來是Hardcore的路線啦 真的 你現在 你現在一定有沒有疊起自信來了 慢慢一點一點 所以我這一次 這一次要表演這個舞蹈 就是比較近代的 就是Jolin的歌 而且 他的椅子真的非常大 到底多大啦 而且你們可以注意一下 他跟椅子的互動很特別 好 OK 好 我們現在就要看你那個 大型椅子舞表演 好 他給我多大啊 好 歡迎二分 好大的椅子 太大了吧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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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不上 這演者 好中環 是我比較帥到 如果我變得泡的 太激oun 來 累了嗎 休息一下 來吧 來一個 好厲害 好妹 等一下 沒有最少的是他們兩個 這兩位根本就不像Dansom 從從從從來的 她是蔡依林以前的Dansom嗎 我還以為是某個八天的Dansom 沒有原汁原味 這是Jolin的Dansom 可是為什麼不穿得性感一點啊 因為怕被比過去啊 穿得也太日常了吧 然後在摸一腿 哪個路人 天色情 然後那個椅子是重的嗎 椅子很重啊 然後你跟她的互動 大概也只有二十秒吧 因為那個老師希望我有氣勢 她本來還幫我準備那個 那個貂皮大衣這樣 我想說貂皮大衣不適合吧 很適合啊 我覺得你可以那個 其實我原本是要跳妙妙妙 我想說妙妙比較簡單 就是妙妙妙 那我就會了 她就說你至少要挑戰自己一下 所以他們就叫我跳我配這樣 你剛剛有幾個那種賤一樣 都看起來很到位啊 對啊 因為我本來學都學不會 她後來就說 妳就想像她是用很多故事 就那個 那剩巴掌 那那個 剩巴掌 可是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省略很多 他的舞蹈 有 因為他還有很多 因為有一段你在那邊這樣 對 你也指太久了吧 然後來指 你還追回來 會指到我 我會選這個舞蹈 重點就是 那個舞蹈老師說服我 他就說 我跟妳說 酒令其實沒有很忙 他就是不得這樣子過去 然後舞者就 對 一揮他就 一揮他就 看起來很有氣勢 可是其實是舞蹈員很忙 對 所以我就說 那我享受一下當那個 那個天后的感覺 你是有練妙妙妙了是不是 已經 我有稍微練一下 就是本來稍微練一下 可是他們就覺得太可愛了 就覺得不要整個路線 老師你要不要挑戰一下 妙妙妙 我不是跳舞專業 可以啦 我們一起跳 可以啦 因為我怕你今天沒有鏡頭 那妙妙妙陪我們一起 對啊 因為他會去看自己 出現的那個 很簡單很簡單 你就看我們跳 腳就一直抖就對了 對 每個人都會吧 老師站C位 不好意思 那個機會是不是也會 妙妙妙欸 妙妙妙就是要 大家一起跳得開心嗎 以前的早餐 滿熱 滿熱 你往前一點點 先這樣先拍 你往前一點點帶我們 一點點 妙妙妙一起 好 就拍 然後回 交叉 然後錘 摸得到 然後耶 按讚 往前 你真的都會 往前 所以你要付得唱喔 好 OK 任個好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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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喔 老風鼓 老風鼓 安妮 安妮 又回來了 快點 安妮 超棒啦 你們兩個也差太多了 要差太多了 預算差比較 那個你可以擺住那個 不要這樣嗎 可以啊 是不是這樣 好愛 那你演那我的五折好了 我演了 演的五折啊 就走進來就要 臭臉這樣 好 帥坐下來 走 贏 可以 腳椅子這樣也可以 怎麼畫面 你這把多少我買 我買回去好了 你用表演可以用 不是椅子的問題 你氣勢有在 對啊 我這個人的氣勢 眼神有出來 OK 我覺得那個妹妹搞不好也可以 把這個椅子跳椅子 她應該翻得起來吧 我懂了 妹妹已經翻得起來了 妹妹你還 我覺得她可以 你還下了 妹妹你還下了 一支舞來 一支舞 你用這房間一支舞 懂大 很好 我們先把它弄 你試試看 先弄倒是不是 她要先倒嗎 她要倒嗎 先倒你見得住嗎 會不會死掉了 我不是她還懂嗎 我要笑小孩 謝謝你不要 我以為稍微可以搬得起來 那你在 你在看到她旁邊 你不會覺得很焦慮嗎 我那時候其實 一開始我碰到她 我覺得她很好相處 我們兩個是坐著聊 坐一坐 坐一坐之後 導演說兩個 我們一起爭取相同類似的角色 我們往裡面走 一站起來 後來就剩下她往裡面走 只要不站起來 其實是平起零座 所以你一開始是去爭取 你們兩個是選同一個角色 其實是同級性的 沒有 一開始我去的時候 他們那個 好像製作人要我去演她的角色 因為她的角色是 比較醜角 比較搞笑 比較好玩 但是製作人跟我說 她的那個角色更醜 放棄 我決定就讓給她 沒有 不是 後來變雙男 不是 所以有一個男一 然後你們兩個都是演 你演醜角 你還是演醜角 我本來是要去 我有矮角 矮角 後來一個身高 那兩個角色其實一模一樣 只是一個比較矮 一個比較高 所以她的個性跟你 其實是差不多的 其實一樣 外型真的沒有 你 差不多 其實我們細看 是沒有什麼瑕疵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看我這些斑 有沒有遮 其實沒有在遮 都是 我不在乎 變很像 我那個時候 之前出道的時候 有被一個偶像團體的前輩 有被去批評過 說什麼 她說 我其實也不知道 你為什麼可以出道 她說第一個 你也沒有比金城武帥 然後第二個 是比金城武帥 沒有吧 多人都不會推啊 沒有 然後第二個她說 你只有身高高 然後你又不會唱歌 你也不會跳舞 然後你也不會主持 你也不會玩遊戲 所以 幹嘛什麼事啊 她只是很好奇說 你到底憑什麼 會可以來加入我們的主持群 那你要回什麼啊 你聽完之後你回他什麼 沒有啊 我就跟他道歉 我說好 那我 你道歉 沒有 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剛出道嘛 心願 然後他就這樣講 所以那個前輩是長得很帥 又很會主持嗎 有高嗎 對 真的啊 誰啊 沒有這個人啊 這個 男生嗎 男生 男生 對 然後我那時候 小梁哥 不可能 小梁哥 然後 然後我那時候主持一季 然後結束之後 然後他有跟我講 他說 希望在這一年內就是 他說遇到意思是說 希望在近期就是 不用跟你合作這樣子 這麼ㄍㄧㄥ 這很ㄍㄧㄥ 對 你說真的 那個人就算一起工作 也不可能講出這種話 我覺得同為男性 應該不太會講這種話吧 對 男生講這個 會有點小心 我覺得男生好想查 我不會想查 所以你現在有覺得 很想要跟他爭執嗎 誇到了 我那個時候 拍了新的第一部戲的時候 剛好在定妝的時候 然後有遇到他 所以我那時候 一開門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他 然後那時候是背對著我 其實他沒有想要跟我 那個打招呼 你是不是想要講開 然後好好的跟他那個 算總賬 開戰 天啊 我之前有跟他聊過 然後 不過我覺得他那個時間 會跟我講 我覺得他是在鼓勵我 我覺得啦 要不然找一幾個大和解啊 要不要 我覺得他是在生氣啊 對 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有放往心裡面去 他脖子發吼啊 對 他那個真的 腎上腺是不是 對 他現在在壓抑 現在在壓抑 你想跟他說什麼 就是其實 真的啊 我不是在聊焦慮症嗎 沒有 不過也不得不出 好帥喔 就是那個時候 在主持群 就是 所以他也是某種焦慮啊 他一直會把人家畫 放在心裡耶 對 他一直放在心裡 心裡焦慮 對 他是心 那心裡比較 過意不去 過意不去 對啊 因為楊聖達 你應該常被這樣攻擊吧 有一次有人攻擊我耳朵 我超不爽 你說真的拿手 丟你的耳朵嗎 對 他就鑽跑我 那耳朵會一直看 他就走過來 他就很認真地看著 他說聖達 我覺得妳很怪 我說怪在哪 他說妳的耳朵 這一側耳朵 是尖的 然後咧 我當下心裡 然後咧 然後他就說 妳耳朵是尖的 妳知道 妳不要跟我說 這個小學五年級走過來 我會很傻眼 所以 然後他也沒有準備後面 然後 然後關你屁事喔 然後 這件事情 會覺得很幽默 到底耳朵尖的 到底關你什麼事 然後 你這件事不能跟劉順宏的比 好不好啊 我沒有想到你會是 這麼大的故事 然後你準備了尖耳朵的故事 我只準備了一個老鼠耳的故事 你覺得你要 等一下你 你打算講完耳朵的故事之後 你的結論是什麼 我的結論就是 就算你是老鼠耳 你只要透過一番努力 你還是可以走出你自己 好帥喔 完全有激烈了 完全有壓力了 而且沒讓他運 我覺得劉順很難 你心裡埋藏一個這麼大的 沒有 是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剛出道 然後也不懂得 要怎麼組一下 那你為什麼已經 我們節目那麼多次 到現在你才講出這個 對 從來沒有透露過 任何一點點 對耶 就是今天的 黑暗面這個也 也不會到很黑暗 就是心裡的 超黑暗的 對啊 就是你走心走到不行 然後憋了那麼多年 然後直到現在 因為他講的當下 其實我覺得他也是講對啦 對啊 所以我沒有否認他 所以也是因為他那樣講 所以我更堅持 我必須要在演藝圈走下去 講一個他也讓人家很尷尬的事 有嗎 有 我這麼得體的人 我這麼得體的人 而且是超尷尬 我要聽 我們那天就錄了一集呢 其實是在講容貌焦慮的事情 然後其實這種一位來賓是劉書宏 你們知道嗎 那位 等一下 劉書宏才該來上這一集吧 好 不管怎麼樣 反正我們就開始聊容貌焦慮 聊到一半 他突然就講說 他以前主持過一個 那個什麼頻道的節目 對 對 然後跟黑人 還有誰是誰 然後他說 其中有一位前輩就跟他講說 我真的不懂 你為什麼會在演藝圈 你除了高之外 你又不會主持 你又不會唱歌 你又不會跳舞 你也不會玩遊戲 你也不會打籃球 我不知道你在這邊幹嘛耶 然後 他聽了之後 他假裝沒事 可是他內心已經就是完全 中了大概十幾萬件 然後就是事後 他很在乎 所以他才會過 大概十幾年後 在我們節目 一個莫名其妙的內容 然後講出這個無關緊要的事情 所以你就想說 他內心應該是很受傷 對 然後他講的那位前輩 就是阿本本人 真的嗎 這個節目要做多少新聞 我先退後一點耶 是不是要寫 不要寫到我耶 沒有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影射 他就在講完 然後最後說誰 他說阿本啊 對 對 因為我都說那個節目叫黑人 Jason 我說那不然是阿本的 他說 對 阿本當時就是 講的那些話 跟我們講很多 然後 還問他說 那請問你跟阿本 現在還是朋友嗎 他說 是啊 我說那你這些話 不是應該私下先跟阿本講 對 你為什麼會在節目上先講 這樣不是會讓阿本覺得 你在節目上講我壞話嗎 對 然後他就說 可是他就覺得 他現在想講 你說是不是白目 我就說那你等一下錄完節目 立刻要打電話跟他道歉 所以後來 我跟妳說 他就是一錄完就立刻打給我 然後他就說 阿本好久不見喔 你在幹嘛啊 什麼什麼的 阿本妳說妳最近好不好 妳不說妳去看醫生什麼的 然後就 社交很彈 我就太了解他 我說怎樣 幹嘛 妳要約著了 我說好啊 晚上吃飯 我說沒有 晚上有事 我說那要幹嘛 他說不是啦 我剛剛在小姐不惜地 開了一個小玩笑這樣 開了一個小玩笑 然後他就說全場都笑得很開心 覺得很有效果 我跟妳說 我這次效果真的很好 然後我就說 什麼玩笑 我說幹嘛跟我講阿 他說 我就說妳以前跟我講的 妳跟我開的玩笑阿 妳那時候不是就說我 我怎樣我怎樣 很不會表現阿 又只有高阿 不會主持什麼的 我就說大家講完 大家覺得很有效果 很好笑這樣 我說喔好 我說沒關係阿不會 我說這幹嘛跟我講 都沒什麼 然後他就說 然後我後來就覺得 事有蹊跷 我就想到太奇怪了 我說對…妳是聊什麼 聊這個 他說那一集聊容貌交流 我說 沒道理阿 不是 跟親切不對 然後我就說 那妳講清楚 妳是怎麼講 我就說妳是 好玩好笑講 像我們鬧來鬧去 因為我們感情真的很好 還是說妳是認真 他說有一點含淚 什麼什麼 還有一點含淚 我說什麼 我說為什麼 他說馬上就是講到有點覺得 那時候有點 委屈阿 委屈 然後我就說 妳在講什麼屁話 我跟你說 我還還原當時的 等一下 因為我們那個 劉淑樂版本已經播出了 我要聽妳的版本 妳當時真的有這樣跟他講嗎 沒有那個節目叫青春全員集合 就是大家要很和樂融融這樣 然後他就是看到那兩個女生就會 會打電話叫他們起床出外景 要錄影 要幹嘛 妳怎麼知道 他後來自己來講的 他後來自己在節目上講的 沒有 不是他自己講的 是那個女生講的 他說為什麼他一直打給我 叫我起床 覺得很困擾 然後 然後我們 我就開始覺得妳在幹嘛這樣 然後就一個心 然後在那裡 所以女生跟你抱怨 女生在節目上講出來 就當搞笑的事情講出來 然後後來呢 就累積了很多小細節 其實都沒有講開來 然後就是那一次 她是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她就問我 她就說 阿本妳也是前輩 那妳可不可以給我一些 建議 就是妳有沒有覺得我哪裡不好 我想 機會來了 我就想說 我跟你講 妳就是沒有認真主持 然後又怎樣 又怎樣又怎樣 然後所以 等一下又怎樣 妳也說 沒有 我是說 妳不會主持 可是妳要學著 跟大家多一點互動 那大家丟球給妳的時候 妳要接 妳不要丟給妳的時候 妳就沒了 然後或者是說 妳如果沒有什麼才藝也沒關係 可是妳至少要 就稍微培養一些才藝 妳真的有給她建議嗎 有給她這些建議 不是只是批評她而已 不是批評 她就是把它縮寫成那個 她很受傷了這樣 妳有沒有說 妳除了高之外 其他什麼都不會 高這件事情 我的確有講 因為她說她想要培養才藝 然後我就說 妳不能 因為那時候節目已經錄十幾集 她的主打就是 我是高帥哥 我是高帥哥 就這樣用十幾之後 也不能一直再用這一招 所以我就說妳除了高帥之外 不能沒有別的 不然妳就只有高跟帥而已 然後講完之後 她就說好 我知道 然後我會努力什麼 然後後來節目上 我們就會開始培養默契 然後跟她互相丟求這樣 所以妳也沒有說是冷落她 或什麼之類的 完全沒有啊 完全沒有 我覺得妳就把書宏 當成也是一個偏白目白目的人吧 因為我覺得她也不像 不像一個心機重的人啊 我覺得她不是心機重 她就是白目 她就是真的白目 所以就原諒她的白目吧 好嚴重喔 真的假的 我覺得有一 我覺得她 在節目上這樣講 我有一點點受傷這樣 然後她是用有一點 因為她知道我 所有過程的心路歷程 你是不是也很想這樣 沒有 我是 我看到阿板 她眼光泛淚 如果是其他人就算了 如果是許蘭芳就算了這樣 那別的意思啊 可是她是真的 經歷了我的不同的生活的階段 感情的階段 我的工作遇到挫折 她都一直在你身旁嗎 我退出演藝圈 然後再到回來演藝圈 然後再到 我跟她講我生病的事情 然後她也 她也給我含淚 就是說妳好好 她打這張電話之前 我們的見面是她說 阿板妳要加油 真的我希望妳好 什麼什麼的這樣 我們是駕很 革命情感 革命情感 很窩心的 我離開她的車子這樣 結果我吓一通電話來就是 就是講說 好像我攻擊她什麼 所以我的確 那個時候我有點沒有 像我真的後來 有在認真回想 我講這件事 所以我才知道 想起那麼多細節 我覺得我真的不是那個意思 然後我又很怕 我真的非常非常怕被誤會 然後我就會有一點走心 但我覺得我們肯定 還是會是朋友 只是這件事情 我們兩個要試一下 找的時間好好聊一下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們都還沒有正式碰面 沒有正式碰面 你還不想跟她見面嗎 因為她應該是 知道快播出了 所以她昨天突然打電話 約我下禮拜吃飯 有 有簡訊 我看一下她是怎麼講的 好真實喔 好可怕 她真的昨天 你現在講我想通了 因為我想說 她幹嘛突然約我吃飯 會不會她在節目播的那天 PO的時候 我跟阿板還是很好 她說 我們已經不會把事情想得太複雜了 你看她就說 下禮拜幾方便 妳就只為了素材 然後她就搞笑 然後她說吃什麼給妳決定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還關心我最近身體還好嗎 然後我就自己去定位定好了 所以約好要吃飯了嗎 約好六月十三 八點要吃飯 六月十三 八點要吃飯 如果對這個東西有好奇人 大家可以去去現場看 聖誕節 聖誕節要到了 布希蒂要來送禮了 妳是不是很想知道要送什麼禮物呢 沒錯 就是要送我的簽名照 妳嚇到了對吧 因為妳就覺得說 只有我的簽名照誰會想要是吧 那就是連妳的也會一起送出去喔 現在呢只要加入布希蒂的VIP會員 就有機會抽中我跟S姐的簽名照 活動詳情呢 我們公布在哪 就公布在YouTube囉 大家趕快去看 讚啦 我剛剛演余光少到一組 他們不是才弄翻嗎 就是他們今天是要來就是全上的 要來打架的 好好 是不是Cue錯主題啦 我先走 我先走 我先笑 謝謝大家 你也知道吧 Cue錯了吧 因為他不是在我們節目上 大講你的壞話 對啊 後來他有跟你道歉吧 這件事情是這樣 哇 氣死我 在那一天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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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場就打破了 不是 我剛剛都搞不清楚 我剛剛都是嚴重 好危險喔 你們不可以三打 你們 你們只可以用 黃學員的招式互打 對啊 我想說做東西要幹嘛 對啊 靠靠靠靜幹嘛 摩摩摩咕修不復原 復原你幹嘛 莫名其妙 阿可你是不是假裝打架 其實想要吃他豆腐 你說剛這個姿勢喔 喂 沒有 好 我要聽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有 就是 那一天完我們就約吃飯 其實吃完飯就沒事了 吃飯的過程尷尬嗎 還好 因為我跟你講 因為我 因為我們是四個萌棋師的好朋友 我就先問另外一個 四個萌棋師好朋友 對啊 怎麼了 你應該想跟你用這麼好 你幹嘛 你丟臉是不是 你裡面的萌棋師 四個萌棋師啊 所以你還約了另外兩位萌棋師嗎 對啊 另外兩位 誰 就是有一個是身影之心 就是施魔法會身影的艾瑞克 然後一個是很聰明 有小孩的一個伯伯 叫米亞辛這樣 對 OK 好 就是不重要嗎 對 四個好朋友這樣 那重點呢 我就是先問另外一個 我說劉書永這樣子講 是不是他其實內心有受傷 但是他不敢跟我講 他有受傷 然後艾瑞克就說 哈哈 怎麼可能 就是他個性這麼出線條 好不可能做這種事情這樣 你們看得出來他是很雙面的人 我猜不雙面好不好 我是真實的 你非常雙面 沒有 我超真實的 你超不真實的 沒有 超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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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真實的好不好 真實的 真實的 阿本他第一次 他一開始上我們節目的時候 都是走文直冰冰 然後就是我現在是一個 戲劇界的人 對 笑的時候也是很輕微 小身型 對 然後也不太想 他們剛剛坐在一起的時候 我也有點嚇一跳說 他們是好朋友 對 明明明就是 不是有鬧憾 對 我記得他們 然後後來他越上 就越變得 就開始顯性了 對 比較顯性了 所以他其實是會掩蓋他 真實的個人 後來那一天師範就好像 因為我們認識十二年了 講一講就好像也沒事了 我給我自己解釋是說 那一天他在節目上講的 也不是騙人 他只是自己入戲還原 到那個時空背景裡 講出那時候的感覺 他在那個時空是真的受傷 對 回到現在的時空他是 就是想 請問是鐵時空嗎 同學演太多了 什麼時空你們 不是 就是後來 我們真的變很 你不能接入別的時空 對不起 好 鐵時空 後來我們真的變很熟之後 都知道彼此不是這種人 不是那個意思這樣 我後來給自己解釋這樣 然後那一天就 我就以為就沒事了這樣 後來沒想到吃完飯之後 大概過一個禮拜 他有得罪你嗎 那時候很多新聞事件 然後記者會找會問 然後我想說到底怎麼了 我也不知道 那我身邊有一些好朋友 有一些事情嘛 然後那一天就是我睡醒之後 就看到週刊的記者就敲我 然後一直問我說 他說週刊找你請回店 我是誰誰誰 然後也沒有講什麼事情 我那天就很緊張 想說到底是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都沒有回他 我就一點開我就 太嚴重了 你沒想到是這個事是不是 我以為很嚴重 結果上面打開就是說 那週刊報導 好 劉書宏指控阿本 多年前排擠他 多年前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霸凌什麼的 我還想霸凌 我想說你站起來 我怎麼霸凌你啊 我為什麼霸凌你 你根本打破他 我讓他怎麼霸凌他 就搞錯了啊 莫名其妙 原來它是你的菜是不是 沒有啦 它不是我的菜 真的不是 剛剛有一點明顯對不對 對啊 沒有 他一直試圖要用共同的 我問他全裸我都看過 那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因為我們以前一起出外景啊 我們是十二年前 一起主持一個節目 你是說連內褲脫掉 你都有看過 因為那時候就一起出外景 都會弄得很邋遢很濕 就會跟孩子的都會 大家都很沒差這樣 所以你是不是假裝沒事 但是一直在偷看他們 就像他用手機一直拍一樣 沒有 沒有啦 沒關係 現在這個時代 不要亂講啊 沒有啦 那時候真的大家都感情就是 感情好像沒有特別好耶 沒有 那時候就沒有在care 應該是說我跟他認識的那個時期 跟他還沒有那麼熟 是真的是拍了盟學員之後 在有一次收工的 約吃飯的時候 他突然出現 大家有聊天 然後聊說我很白癡的一面 或者是我很好笑的一面 然後他可能在那個時候 有對我改觀 就覺得 原來你可以被開玩笑 原來我是一個 算好相處 然後又好笑的人 OK 好 所以重點是 四個盟期是那場聚會 對 讓你們兩個感情變很好 沒有 是他有一次就 忽然就是很感性地講一句話 他說 我覺得你們三個 真的是我演藝圈 最真實 最好的朋友 而且我是非常信任你們 這是你跟另外兩位盲其事 對 然後他就那一天 就吃完飯就突然這樣講 我就想說 在演藝圈交朋友 有這麼困難嗎 還是或者是防備的心態 會要需要就是這麼做 所以你沒有把它當成 就是最真心的朋友 因為你是不是朋友 聽起來很多 你們看那些主題是什麼啊 剛剛不是 沒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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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他剛剛就是 懷疑說有這麼難交朋友嗎 可見你朋友很多啊 其實他一開始 其實他滿排斥我的 是因為他做事情都很謹慎 然後他做任何的工作 他自己都會做功課 他會做得很好 然後因為我很愛 去開他的玩笑 像有一次就是好像 媒體來採訪還是要拍宣傳 那他就站C位 然後我只是開玩笑而已 我就說 本來那邊站C位 算了 那不算了 算了 他說那你想站是不是 我說對啊 我想站 然後他就真的讓開了 然後你就真的站過去嗎 對啊 我就站過去了 那你就是真的想站嗎 我開玩笑 開玩笑就不會站 如果開玩笑 你覺得你把它推進去說 你站 你站不站 沒有 我跟你說 當場畫面多尷尬 阿美 你怎麼會跟他當好朋友 就在這個攝影棚 因為那時候是一個過年的 拜年的一個影片 對 然後十幾個主要演員都在 然後因為攝影機塞不下 所以我就說 那我去蹲前面好 我就自己蹲前面這樣 就蹲 就比較醜 我轉頭是那個夏靜廷的下體 就是 我自己就一個萌騎士 我蹲在那裡想要算 快點拍完這樣 然後他就在那裡說 萌騎士站C位喔 什麼的這樣 我就想說 你那時候聽了也是很刺耳嗎 沒有 因為我如果是開玩笑的 我如果真的是想搶的話 我就覺得算了 可是我是 你太當真了 我那時候是開玩笑 我是不是放出來 沒有 最後他就還真的給我 就蹲在那邊 然後就覺得自己很帥這樣 就自然先擺姿勢嗎 他自然先擺姿勢嗎 他自然也擺姿勢 他就說 那我刀一點好不好 因為他幫你擺去蹲這樣 然後他就說 這樣太低了 那不然我這樣好了 這越來越高這樣 然後後來那個夏哥 就在後面想說 嗯 嗯 就是會讓旁邊 對 對啊 擋不住夏哥了嗎 就擋住夏哥了 因為他手就越來越高 然後所以大家傻眼 所以那一次我還真的有生氣 有 他那時候生氣是 另外一個萌騎士來跟我講 就是那個 聲音之心 他說 你剛剛有一點怪怪 男生你真的聽你們的故事 聲音之心 他說你剛剛的那個舉動 你其實有讓阿本其實不太高興 那因為他是雙子座的 他不會現場就是生氣 或是給你情緒 就是我們自己有一個群組 所以我在那個禮拜的時候 就是我們群組會傳LINE啊 或者是有任何的聯絡 或是講事情這樣 他完全已讀不回我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覺得 啊那他應該是真的 他會回別人 但是不回你是不是 對 所以我就想說 那他應該是真的有生氣 所以我就是到棚內拍戲的時候 我就遇到他 我就說 欸你不要生氣喔 我真的只是在那邊開玩笑這樣子 我只是不知道你真的會把Cery 讓出來給我 我只是 因為這改時間要拍嘛 我心裡想說 那他都讓出來 那我就剛好就蹲那邊 對就這樣 我們後來有一個結論就是很神奇 就是我們想不通這樣 就是 李當他在片場的一些作為 應該是我們會很討厭這個人 譬如說他會譬如說拍戲拍一拍 就導播聽到有人在打電動的聲音 就整場全部停拍喔 大家在找那音樂哪來的 就趴在場 他在旁邊玩賽車 還把聲音放出來 就想說 這麼不專業 沒有 那時候剛拍還不懂這件事情 怎麼可能不懂 沒有 拍一段時間的 就是跟他當影響話 他忘記了 他就玩到忘記 然後大家停機 然後大家就停機來找 就發現他在旁邊打電動 就是那場戲 可能沒有我 那我就是坐在旁邊等一下一場 那攝影師應該恨死你了耶 就是現場這一些 我還有攝影師 攝影師有時候討厭他是 他平常吃便當會很喜歡多吃一個 可是有時候就會吃到 我都會先問說 大家的便當有沒有拿到 大家的便當都拿到之後 我才會說 那我可不可以 沒有 有一次他惹到一個 最不該惹的 因為那一天已經翻翻拍 然後就吃宵夜 然後就多吃了一份 然後多吃一份之後 我們就在那裡吃吃吃 然後突然導播走進來就說 我宵夜呢 為什麼沒有宵夜 我就生氣 然後我們就不敢承認這樣 然後想說怎麼辦 是被他吃掉了 然後後來就 那個執行製作就很可憐 他就自己去 多買了一份給導播 對 然後買回來那個執行製作 也不知道是誰吃的 就只好對空氣 就是說 媽媽 你們如果誰要多吃跟我講 不要自癮 很會心 好可憐 他不知道誰吃的 他當時沒有說不好意思 是我 因為我們兩個就躲在裡面 然後想算了 結果因為那個場面太尷尬 因為不知道他會真的生氣 可是如果你在拍戲那時間 全部的導播跟攝影師都很討厭你 因為我剛剛只是這樣看過去 那個三號 一號 一號 一號攝影師大哥 沒有 感覺是想要一拳貓過去 沒有 攝影師跟導播還有全部的 工作人員還有演員 其實對我的包容很大 其實他們算很疼我 沒有 他們很想要給你看 沒有吧 你太高了 沒有吧 看不到啊 沒有 他們一直在搜尋 有多大的布袋可以賣 內蓋 但我後來有個結論就是 他很像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有一個特質 就是很像那種 偶像劇女主角 那種灑白甜的個性 偶像劇女主角 沒有 你認真想 就他不管講什麼 犯什麼錯 做什麼事 就說到底 就好像沒有辦法對他真的生氣 但是因為你愛他 是喔 因為我沒有聽過 他形容是偶像劇女主角過 其實拍戲的那個過程中 其實 其實我們拍戲是要先 排戲 然後再雞排 然後再正式拍 那其實他不能接受我一件事情 就是我每次在排戲 跟雞排的時候我都在玩 我都在鬧 所以他有時候都會偷偷來跟我講 他說 排戲就好好排 你有沒有看到有幾個 就是前輩臉都在變 本來就要好好排啊 所以你在玩什麼 就是你就是隨便演這樣子 沒有 就是演太久 就是去拍萌萱 就很像去上學 就是跟同學們聚會 這樣很開心這樣子 我講幾個 譬如說蕊戲的時候 我們就照腳本蕊 因為萌選人的腳本 已經夠難背了 就你還要改什麼 就很複雜這樣 可是他就很喜歡改 他就會說 那導演導演 那個本來是一個什麼 萌戰士出動這樣好了 他說當然我可以把它改成 講英文嗎 然後我就想說 講英文幹嘛 然後他就說 他說那我改成講 萌戰士together好了 然後導演不知道 為什麼 不知道 然後導演不知道為什麼 還答應他喔 然後結果正式來就說 萌戰士together 就請 就走音 然後後來大家就說 我們還是講中文好了這樣 而且他硬要講 你還記得喔 他硬要講英文 我去我就心想說 這個人排戲的角色是這樣 他是個性就這樣 還是演成角色是這樣 因為要不然 如果不是角色 這麼荒唐的話 大家為什麼可以這樣包容 就不知道為什麼對不對 那還要說那 什麼不敢相信的英文怎麼講 然後大家說什麼 他就講成 un unbelievable 對不對 un unbelievable 他就講成就講不對的 然後硬要改成英文 然後又一次問大家 那一句英文怎麼唸 怎麼唸 應該要講英文的 應該要講英文的 他講un unbelievable 為什麼不好講台詞 給我講un unbelievable 沒有 是因為我那個時候 想要去我的角色的人設 可以多設定一點 所以就會比較出眾 你是不是幻想可以到那個 紅到海外 沒有 可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其實要聊那個好友一言 你們第一組已經講完了 但是 我聽不到那個 到底有多好 交情的部分 是零 我有聽出 我有聽出阿本愛他 就是這樣 單方面 單方面 單方面嗎 對 有啦 我其實也很愛他 因為 其實 什麼 又露出本性了 我是那個 蟑螂的罪行 對 真的 我也是 什麼也愛 他一三五嘛 我分一線 OK的 我有時候真的是很愛他 好不好 因為我們有一段時期是 我們兩個都住在天母 對 所以他有時候心情不好 在工作上有遇到困難 還是感情上面有些糾葛 然後或者是各方面的時候 其實他都會 就是會跟我講 那我那時候都會 約他出來 在天母走走啊 或者是我 然後或者是去吃東西 或者是什麼 你這樣一講 我又好像談戀愛 他又要講說 我剛才談戀愛 在天母 我們要去吃商店 走一走 對 有一次 我印象很深刻是 我們收工 然後我剛好有開車 然後我就說 那我要不要順路 就載你回天母這樣 然後他那一天就是很悶 就心情很不好這樣 我就問他說 你今天拍戲 都感覺怪怪的這樣 他說 我手機不見 我說 那就是再找一下 然後就好了這樣 他說 手機不見 我真的很 然後他就不講話這樣子 然後我就記得那個時候 是從華視旁邊那個棚 就開回天母這樣 他一整車都沒有講話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就開到天母圓環那邊 在等紅燈的時候 他突然車窗搖下來 就這樣 我嚇到你知道嗎 什麼意思 阿本耶 然後又趕快 關上他 沒有我嚇到 他車窗還沒有關起來 然後就這樣子 他都會有點怪怪的這樣 因為他很壓抑這樣子 因為他雙子座 然後我就說 還怕是我雙子座的 所以我有一個扭 就是一被打開 我就會變神經病 他失控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圓環的有一些台灣人 然後有一些那個老外 然後都看我們這台車 然後我就覺得那要怎麼辦 那我就不好意思 去把他車窗關起來 因為他還在情緒上 不是 他有在罵其他的嗎 他沒有了 然後 對 他就罵完之後 然後就突然這樣冷靜了 然後大概過了大概那個 四到五分鐘我就說 你會餓的話 我要不要 載你去吃個豆漿這樣 那我講完之後 阿本有沒有立刻笑出來 沒有 他就說 好可愛 然後我看到你家對不對 沒有 就開到豆漿店 不知道他有家 怎麼吃豆漿 你 你的豆漿不是別有含義嗎 沒有 真的是吃喝豆漿 對 然後 我就跟他 所以在那段時期 他有時候心情不好 然後我會 都是喝豆漿度過嗎 我會陪他 我會陪他 然後他有時候他早上起來 他可能 也會約我去吃早餐 也是有吃豆漿 就是那個 特強路那一家 我愛吃那一家 我跟你說他這種誤會 我突然他剛剛講這個 我突然想起來最近 就是最近的事情 有一個誤會這樣 因為我最近就跟一個曖昧對象 前陣子 前幾個月跟一個曖昧對象 曖昧的時候 那時候很流行一個小遊戲 然後那個APP小遊戲 就是你可以創建一個 自己的房間 擺自己喜歡的家具 然後你只要加好友 他就可以看到彼此的房間 那曖昧最適合玩這種 因為你可以去他房間貼便利貼 對 你去打刺 你吃飽了嗎 貼便利貼 然後怎麼樣關心他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 跟那個曖昧對象 就是玩得滿開心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遊戲很紅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怎麼玩那個的 然後我就加他 然後教他怎麼玩 然後有一天我曖昧對象 突然傳Line給我說 那個Hong是誰 我想說Hong誰啊 我就想起來 是他的遊戲的帳號 我就說喔 是我一個朋友 然後曖昧對象說 喔 是喔 我說怎麼了 他說沒事啊 就消失耶 我就想不透什麼 為什麼 我就打開那個遊戲一看 哇 看了整個吐血 怎樣 因為我一個可愛的小房間 有我自己的風格 兩面牆就這樣子嘛 貼滿了便利貼這樣子 全部貼滿滿的 然後都是他貼的 所以我的曖昧對象 沒有辦法貼之外 你隨便點開了來就說 五六十大都知道我便利貼 你會透了耶 然後我就那個給你設定 可以把他那些便利 全部清空這樣子 沒有 然後我就 快點打字給我那個曖昧對象 然後說 那個是我一個直男朋友 那搞笑而已 他說就好玩 是喔 然後就 就消失了嗎 就結束了 這都搞失了 就結束了 你碰到一段鏈子 沒有 因為我 我試著想要解釋 可是我沒有辦法說是他 因為畢竟那種偶像劇男主角 大家跟一個路人講 他也不懂你們什麼關係 就很莫名其妙 所以你很無聊 你可以直接跟我講 難怪說我那一陣子 就是玩那個遊戲 去貼滿那些便利貼的時候 他那一陣子他不跟我聯絡耶 你不開心 你就可以講說 我有個曖昧對象 你不要再這樣貼了 所以他不講 換主了 換主聊了 我想要問你一提 如果你每晚都喝醉 然後阿粉就突然把你壓在牆上 然後一定要跟你親嘴 你會把它推開 還是說你會想說 好吧 朋友一搶就親了 這個問題我其實是 我之前有想過 想 什麼情況是要想這個問題 想這個幹嘛 沒有 是真的 而且那時候實在 是真的啦 我們一想這個 好 你講 就有一次我們 蒙旋是第三季還是第四季 又是蒙旗室了 對 又蒙旗室 然後就那一場戲 你破壞了很多小朋友的夢聲 沒有 我跟你講 蒙旗室就想要互親是不是 不是 就是那一天 我們的休息室 都是一排一排的 剛好我們兩個就坐在旁邊 他坐我旁邊 那因為他的鬍子 他都喜歡用那種拔毛夾 所以他會去照鏡子 一根一根的拔這樣子 那他那天就在拔 然後我其實也很無聊 我其實也不知道要幹嘛 你就想從後面抱住他是不是 沒有 是因為他坐我旁邊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就看他這樣子 我就看他拔拔拔拔 然後他發現我在看他的時候 然後他突然這樣 欸 你要幹嘛 好嬌羞喔 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 我看他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 皮膚好好 你怎麼長這麼漂亮 我剛剛那個時候就覺得 他可能很漂亮 因為第一 他皮膚很好 對 然後他又是一個美男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看到他是很 漂亮的男孩 很入神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想過就 看到入神 你不是沒事做嗎 你知道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看他 然後就覺得 其實他其實很漂亮的 我其實那個時候 是有想要親他的 我其實那個時候 是有想要親他的 沒有 我一直說 如果他是一個女生的狀態的話 你幹嘛 我其實他的樣子 我是可以的 對 好 來 我們現場 現場學位的大學 但是有一件事情也很好笑是 因為我前陣子我工作 然後需要訓練 有一些什麼鐵人三項什麼的 他那個時候有推薦 完蛋了 這會超歪的 這樣 他有推薦一個保健食品來給我吃 然後那時候我們吃完飯 然後他一直講說 這保健食品非常非常的好 他說 我跟你講你吃了 你會非常有活力這樣 我說那這樣很棒啊 對 吃精神嘛 然後他傳一些連結啊 介紹啊 各方面的給我這樣子 然後我一直記在心裡面 然後他還會叮叮 我說說 那你買了沒這樣 我說OK好 那我有去藥局看 可是他賣完了 他也有台灣的牌子 有日本的牌子 什麼的 反正我最近我在高雄 我想說 去高雄工作 那我去藥局剛好有開 然後我就進去買這樣 然後剛好有一個 護理師 還有一個藥劑師 然後就講說 你好 我說我想要買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就看我一下 他說 OK好 那你需要 膠囊狀的還是粉狀的 我說都可以這樣子 OK好 他說 那就往這邊走這樣 這是膠囊狀的 然後這是粉狀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還拍給他 我說 那是這個嗎 然後他說 可以買可以買這樣 然後我一看 所以你是在整他嗎 不是啦 我沒有在整他 我跟你說 那個時候就是 有幾個已經內定的 然後他們都跟 那個音樂台的長官啦 監製啦 或是跟黑森妹妹比較好 因為都早就見面過了 因為一次錄也都錄五集 然後到第四場的休息的時候呢 就有其中 那幾位其實有其中一位 他就在休息是說 哎唷 等一下錄完 我要跟黑森妹妹妹去金華城 看電影你們有人要去嗎 哇 金華城 然後那時候想說 哇 看電影 然後哇 黑森妹妹 因為都說他們是最紅的時候 對 我就有點像黑暗榮耀裡面 那個空姐 就想要攀附全歸 對 就覺得我可以跟上 和他們衣服 黑森妹妹衣服穿什麼 對 太對 對 對啊 每次和黑森妹妹 都會搞成 嗚嗚嗚嗚 什麼 有問題喔 這個 因為這個 這個梅干櫃我不知道耶 對 剛剛還是和黑森妹妹 然後呢 我那時候就是 想說可以跟大家混熟 可能就是 比跟這群最紅的 變成好朋友這樣 然後就沒有想太多說 那我會問他我可以去嗎 他說你可以來啊 然後錄完之後呢 我就說 那他就坐計程車去 然後我說 因為我是騎機車 所以我要另外騎車過去 我就騎到那裡 停好車之後 就去跟他們會合 然後我一去呢 就有幾個黑森妹妹 他們剛剛跑完通告 然後跟那個音樂台監製在那裡 然後跟那個幫忙弟弟也在 那他們就露出一個 你怎麼來了 你怎麼來了 巧遇喔 是不是 是他們 連弟弟也是這樣的表情嗎 沒有 弟弟沒有 是妹妹有 妹妹那邊有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回事 然後就真的有人說 你怎麼會來 我說是那個幫忙弟弟約我的 然後你知道 那時候他講什麼嗎 什麼 他那時候就有點 自言自語說 我沒有想到你真的會來 好嚴重喔 你說那個弟弟說的 好嚴重喔 然後我就好嚴重喔 我就真的 當下真的想說 好尷尬 好尷尬喔 而且他那個音量 是故意讓你聽得見的 我聽得見 但大家搞不太清楚怎麼回事 然後就是 他講了這句話 我就很尷尬 結果就大概有點僵在那裡 然後那個第一台監製就說 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覺得我不怪他 因為他也不知道這件事 他說可是我們買好票 他真的會哪一頭重死 沒有 放棉花就算是他有票 沒有 放棉花就算是他有票 沒有 放棉花就算是他有票 沒有 放棉花 沒有 放棉花 那不是重點 沒有放棉花 沒有放棉花 進不去 怎麼搞 你怎麼搞的 你講的是很實在的 對啊 進不去 那時候就 我就 大家就講在那裡 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很想說 他約我來或什麼 不知道怎麼回你知道 我後來就硬擠出來 就那個五秒 真的覺得好像一輩子一樣 我就硬擠出來說 我肚子好像很餓 我先去買了麥當勞吃 然後我去買票之後 跟你們會合 你還要跟他們一起看電影嗎 沒有 那就是一個說法 然後我就去 我就真的買麥當勞 然後坐在那裡 我也沒事 我就坐在金華城那個B1發呆 我想說怎麼辦 很尷尬 我就去售票口 我就想了很久 我就想說 我如果買票進去看 就也太不要臉了 就很尷尬 好像一直要黏著人家 但是我那時候 剛進演藝圈 我就覺得 我已經講說我要跟你會合 我又跑走 又好像很沒禮貌 很丟臉 對 結果後來我真的想很久 覺得還是不要算了 我就傳簡訊跟她說 但這件事我就是 後來大家其實都裝沒事 然後就是錄影 錄節目還是照常 可是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裡 可是他們後來有 慢慢接納你嗎 後來當然跟一些妹妹 比較熟之後 然後其他有些幫忙弟弟也對我 比較好 結果慢慢的有比較接納我 但是一開始發生這件事我真的覺得 她是故意的吧 就是感覺就是被弄啊 對啊 她是故意的啊 我覺得我那時候太傻了 我自己gap不到人家的點 就是如果說 她在休息室講那個時候 她不是真的要約 她在炫耀而已 她在炫耀說 怎樣你們等一下就回去了 我要去看電影囉 然後跟妹妹們什麼的 是我們自己白目了對不對 我們自己沒有聽懂人家的 我跟你說 請問不要那麼想 不要 我們要加油 加油 我們要女人們要加油 妳說什麼 妳說什麼 我們獨立心 女性 我跟妳說 我要走心 我那時候真的這樣反省自己 怎麼看 我們在這裡呢 我那時候想說 是我自己不要臉 是我自己愛更的 我就是彈目全貴 好醜 我真的 有時候都不敢講 當面被羞辱也不敢講 你現在還是 你現在地位那麼高 還是不敢講 現在當然敢講 現在當然敢講 你現在都當面羞辱別人了吧 你就直接嗓巴掌 不要 不要 以前我個性有點太辯扭 然後不敢講 然後被欺負 就算被當面這樣講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 所以就是像之前我在 也是在棒棒行的時期 後來就是 在簽約給音樂台之後 有在那裡三年 然後那時候就有幾個不同的主管 那因為不同的主管來說 意見不合 會有分 有一點點分派系 對啊 那對我們來說我們都是義勇 就是大家叫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努力做 那後來合約到之後 想說好聚好勝 我就離開了 我就自己開始做經濟 然後那時候也有主持 也有演戲 跟黑人哥陶子姐 有一次陶子姐就問我 說你有沒有簽經紀約 我就說沒有 他說你沒簽 那要簽給我 我說好啊 我想說大好機會 就很多資源 可以看努力 你現在是要等陶子姐的壞話嗎 不是 然後呢 就是那時候就開始跟陶子姐的公司的主管聊啊 聊天啊 就是看合約怎麼簽 後來聊到七七八八之後 就突然慢下來了 最後最後一次我記得很深刻 就是陶子姐問我說 你有要簽嗎 我就說我覺得可能 我自己給自己找台階下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是 他們要不要簽你 他們要不要簽我 還怎麼樣 結果我就說 我可能想要去戲劇資源 比較多的工作 想要演戲 這件事就結束了 然後陶子姐她每都忍好 說要祝福你 一直到過了半年之後 我在一個活動上 遇到以前音樂台的一個主管 然後她看到我就說 弟 好久不見了 姐真的很想你耶 你真的狀態好好喔 好棒喔 我跟你講 姐現在很多資源 然後都可以幫你 你要加油喔什麼的 我說謝謝姐 謝謝姐真的很開心 她說 妳是之前是不是沒有簽 給陶子姐 我說 妳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她說對啊 有一次那個陶子姐公司 她那個主管跟我吃飯 她就問我要不要簽阿本 我就跟她說 妳不要簽阿本 她自己這樣自己這樣講喔 她當著我的面 這樣子講 但她還滿成熟的 她好酷喔 她好酷喔 阿本做不起來 阿本真的不會紅這樣 後來當下也是她就笑著看著我 我後來就 妳努力的也是擠出一段說 對…我真的要再加油 我會再努力 謝謝姐 然後她就飄走了 然後從那一天到現在 我們後來都沒有再遇到過 我覺得那個當下 所以那個情況就是 她先給妳一顆糖吃 然後再賞妳一巴掌是不是 對 但因為她是一個大前輩 所以我後來也沒有特別講什麼 我就覺得 那 哇 就整個吞 就覺得好不好就這樣 妳好厲害 妳居然還能夠很 禮貌的說 好那我自己知道了 我會再加油 後來那個活動 我都超不專心的 就是 我忘記是一個婚禮 還是一個什麼 我忘記誰的婚禮 心情有受影響 D2哥的婚禮 忘記了 就是本來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我就真的 整個人都慌生 就想說為什麼 一直在想這件事 一直在回想 做錯了什麼 然後我真的這樣 反省了很久 然後才終於覺得 算了 就讓她過去吧 就不重要 也不用去追溯這件事情 就真的 所以有可能是她擋了 妳原本可以 跟陶寫合作的機會 我覺得 那個應該有很多的原因 就是 不一定真的是 她擋了或怎樣 可是她當面這樣子 對她這樣講 我覺得 還是很不厚道 因為就是 大家一起過這麼久 不管以前發生什麼事情 都不是真的有意 要去怎麼樣 是某個帥哥不是嗎 對啊 你好 請問你以前 是在哪一台 我其實出道來講 也算是在 又又 這個聲音很明顯喔 劉淑宏拿 真的 劉淑宏 忍好久 你知道嗎 而且我很驚訝 想說 我怎麼會坐在這邊 你不就是盟學員而已嗎 對啊... 這邊 所以你也不算哥哥姐姐 我其實那個時候 在又又台拍了盟學員之外 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角色 燕王很紅 我還拍了一個什麼 擺獸戰隊的那個 喔 對 他有搶過我一個代言啦 我怎麼樣 擺獸戰隊代言這樣子 哪一個代言 他連那個戰隊的名字 現在都還是講錯了 根本不是什麼擺獸戰隊 那叫什麼 就是 反正就是 受電戰隊 喔 對 你被搶走 你被搶走 然後你還記得那個真正的名字 對啊 我跟阿本一樣記仇記到現在 因為我怕他之後去別的節目說 有別人怎麼樣過 那我想我當他面子 就跟他說好了 就是他搶你的那個代言 而且還不記得代言的名字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戰隊 他日本的戰隊 是已經四十多年的歷史 他每一年一個新的戰隊 對... 所以我從那時候 我記得是2008年 我就一直都是 每一年我都是代言 然後那時候蒙玄太紅了 紅到 那時候就是某一年的戰隊 又來了嘛 日本那邊戰隊又來了 對 他們說那今年我們 讓劉書紅 喔 這種 突然被... 因為你是好幾年在代言 是不是 對 然後 後來蒙... 他就代言嘛 然後你知道 內心在家裡就是 當然不會到哭啦 但你就會想說 很討厭他 髒話有吧 就是 沒有討厭他 但是你會覺得說 憑什麼 沒有 沒有 因為那首歌是 第一次戰隊需要跳舞 我們之前代言的時候 那個都沒有 都不用跳 因為他有主題曲 或片尾曲 但是都不用跳 他們是第一次要跳 然後剛好就換他嘛 然後他那時候在跳的時候 我心想說 拜託認真跳 認真跳 他跳得很差嗎 真的就還好啊 對 還記得嗎 你為什麼這樣 還記得了嗎 還記得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去拍一些片頭 跟一些宣傳片 然後還有辦一些什麼見面會 都要穿他們的那個制服 都很緊你知道嗎 但真的穿起來很帥啦 所以你已經不恨他了 我不恨他 我剛剛還在那邊跟他聊天 開玩笑 他還有拍那個盟學員欸 我其實 我其實也有拍過盟學員 我拍過兩季 而且我還演了不同的角色 這裡沒有他 李悅嗎 所以你是怎麼看 我演過兩個 我演過學生 跟演他們的 老師的長官 對 然後這個是長官的那一次 所以你也有什麼 我是 就是分身術 他那個很厲害 那你分身術之前要喊一些什麼東西嗎 我記得 什麼萬馬奔騰 萬馬奔騰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我忘了 我沒資格講他 對啊 好 下一位 是盟學員的 藍寶阿本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於盟學員的 盟騎士歐帕 徐希弟 為什麼變成這樣子了 我來幫你療癒吧 模仿度 修修伏伏 我的天 我應該怎麼 好了 好了 你現在皮膚緊實多了 我剛剛幫你 我剛剛麥打 我剛剛麥打是 我剛剛麥打是 蒙學員的鳳凰電波 我那個看你要刷牌 還是布線 你等一下旁邊處理喔 謝謝 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是實質心療癒系的 那自從這個系列 實質心療癒系 療癒系的 自從這個系列停播之後 我就轉戰衣媒 轉戰衣媒 會長大 會長大 實質心療癒系跟 你們是同一部戲嗎 不同 不同 我們是同公司拍的 對 同個製作公司 等一下妳說話注意 因為是我們就在這裡拍 就這個電視台拍的 就在這個位置 對 就是這個攝影棚拍的 這個攝影棚拍的 然後攝影師還是同樣的 攝影師還是同樣的 攝影師還是同樣的喔 所以你們有看過他使用魔法喔 他看我們長大的 對 你們有覺得很丟臉嗎 什麼意思 那個臉 對 你那時候明明稱讚我說 我演得很好 奇怪 都是偏人的 魔法 對啦 攝影師跟我都是一樣 我們只想回家 好 不好意思 療癒系 那時候很厲害耶 我們是 所以你是什麼 你是什麼劇 我們是盟學園 盟學園 東方的哈利波特 對 兒童劇的長青劇 盟學園 沒有 我們那個年齡層是 高中大學 他們是幼稚園小學 所以盟學園跟中級一班 你喜歡就不一樣啊 不一樣 因為盟學園 稍微再給小朋友 能理解一點點 對 可是中級一班就是在打架啊 帥一點 就沒有特效了嗎 有 還是有特效 五毛錢特效 五毛錢特效 好 那時候二十幾年三十幾年 那時候特效都是那種很 很低的那種 他們一開始進學校 是飛進去的耶 超屌的 你都沒有看票喔 超屌的 飛起來只有我用爬的 對 可是你們在中級一班裡面 是人類嗎 我是人類 其他都是非人類 有戰地指數 中級一班也是 我以為他們是一班的學生耶 他們看是一班學生 但每一個人都生長不漏 對 他們有不同的時空 不同的族群 對 什麼金時空 鐵時空 鐵時空 反正超多就對了 你有沒有 這滿像漫威的 對 對 漫威應該是學他們的喔 所以比起來 沒有 我聽了什麼 漫威應該是學你們的喔 你學中級一班的 有可能 有參考啦 盟學員跟中級一班 學的特效 比較那個chip 應該是他們吧 因為我們後來拍電影耶 不好意思 我們 我們有電影喔 我們有電影喔 你們有電影 我們沒有 對 因為盟學員拍了六年 總共拍了六季 加一部電影版 對 而且電影版的特效 其實還滿認真的 那時候大場面的時候 是上百人一起在裡面打這樣 票房好不好 票房就是 你不要再騙了 小朋友喔 有啦 那時候還有賣到 不同的地區都賣得來 我覺得主要是打小朋友的族群 對啊 劉書宏 我以為你是一個震驚的演員耶 他也有演過 我也是有一些 就是過往啦 你是盟學員的其中一員 來了 摔一點 摔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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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顏之星 燕王 靈活有名 好了 可以來了 你們自己的害羞 可以了 可以了 我們那時候很難 站出來 靈活有名 不要怕丟臉 不要怕丟臉 好丟臉喔 加油 撐下去 蘇勇你不要怕 我們的後製超強的 好丟臉喔 不是不是 你是燕王嗎 火焰的燕嗎 是火製 對 火焰的燕 沒錯 上次就黃 燕王 所以你燕王 你一出去之後 火焰噴出去 沒有 是要先彈手指 然後特效就會做上一個火 然後要喊烤這樣 靈活有名 這樣子是不是 好丟臉喔 一定要用火音是不是 靈活有名 對 那時候是 也是在這個攝影棚拍嗎 一樣 他們是同一部 一樣的攝影師 也是蒙學員 他也是蒙學員的 都沒有攝影師笑場嗎 你們都很認真地 看待這一切嗎 就盡量不要有什麼反應 盡量不要有什麼反應 不是 你們會一直抖 你們會一直抖 不是 如果這個尺度 你們就處理不了 我們剛剛都是 因為我是石之星嘛 他是炎之星 炎之星 我們還有五星合力 對 炎之星 對 炎之星 剛剛都是各式 什麼都留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布希蒂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鈴鈴鈴 等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